新赛季勇士队面临库里的新合同签约 同时杜兰特也可能提前续约 因此球队中的心经结构将会发生巨大变化 本赛季开始之前 勇士队失去了伯古特和埃泽利 不过凭借四巨头的光环吸引了大卫维斯特 扎扎帕楚里亚和麦基三位内线球员 虽然这三名球员在球队中的战术体系中 并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还是在比赛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毕竟一支球队不可能没有内线球员 然而据美国媒体报道 勇士夺冠之后 这三位球员很有可能同时选择拿老将底星流队 两年前大卫维斯特为了获得一枚总冠军戒指 放弃了千万年薪 拿着150万美元的合同加盟马斯 去年勇士队给了维斯特155万的年薪 其实对于这样一名职业生涯薪金总额 达到9000万的老将 下赛季勇士随便给一点钱 相信维斯特就会留队 与维斯特情况相似的是 帕楚里亚这位来自格鲁吉亚的运动员 继承了庞大的家产 因此为了总冠军 他甘愿放弃千万年薪 拿着不到300万美元的年薪 为勇士打球 如无意外 下赛季随便给他100多万 帕楚里亚也是很开心能够留在勇士的 最大的变数是有着炯神之称的麦基 此前有球队为麦基开出了800万的年薪 毕竟这个年头 NBA优秀的大个子球员并不多 可是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麦基为了留队 甘愿把自己本赛季140万的年薪 下降到98万 麦基本人则表示因为 在勇士队打球很开心 而且队友也比较尊重他 在赛季中期 杜兰特曾经为了奥尼尔 嘲笑麦基的事情 和奥尼尔在网上对吞 格林 库利 汤普森等球员 也纷纷在网上支援麦基 这样的队友情 是麦基在其他球队 没有经历过的 如果三人 均以老将底精流队 那么最大的胜利者 便是勇士队 因为他们三人 已经熟悉了勇士的打法 不过有些球迷 表示希望能够给其他需要 获得总冠军的老将一个机会 毕竟如果下赛季底 新加盟勇士是很有可能 再次获得总冠军的 遇到车为此 很快 再次获得总冠军